清潔不开放 可是小三通事情 现在三通 你把很多的点通通取消掉 那我想请问 有没有木马主神记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永环 10月1号 十一长假 中国大陆 对于福建 居民开放到 通过小三通 到所谓金门跟 马主去旅游 各位晓不晓得 在中国大陆 大排长龙的旅游 要到金门来 结果台湾的陆委会 破冷水 他说你看 马主开放那么久 才来了117个人 现在截至目前 维持金门来的47个人 我觉得 要么陆委会 你游走 你就不要开放了 你就宣布不开放了 就是说一天到晚去讽刺别人 你到底要不要两岸开放 你把你立场说清楚 另外一方面 他说我们是善意对的 谁要跟你善意 谁要跟你对的 我去中国大陆看到的情况 我亲眼看到的 我是9月25号到9月28号 我都在金门踩点 我踩了28个观光景点 都有人称的 由金门 由金门县议会的前副议长 陪着我们去踩点 我们当然看到了 现在金门的萧条 好不容易等到开放 然后因为10月11长假 我也顺便到了厦门去看了一下 就去看相关的所谓的安排 因为我去那边的时间不久 早上9点半去 下午3点半回来 那我到那个地方 各位知道坐船也要30分钟 下了船 你再到某一些顶点去 景点或者去看申办的 你不可能一看看的一天 我差不多看了 看了差不多30分钟 因为到那边已经10点多 然后再到相关设施去 已经是10点47分了 好 然后10点47分 我们看了几个地方 然后再吃完中饭 吃完中饭 我们就回五通码头 回到五通码头 我们3点半就回到金门 就是说整个时间 表面上是6个小时 可是你看车程的时间 30分钟加上10点 10点钟到10点47 就是说 深圳在处理的时间 大概表面上6个小时 其实不到两个半个小时 几个地方我们通通都去看 通通都去看 我也跟金门县的副议长 因为这一次是金门县的副议长 出力最多 他甚至于他也到了北京 还有到了相关的地方 他是千万千拜托万拜托 他也讲到了夏京 三日生活圈或一日生活圈 那些我们通通不管 总之金门县政府 等待大陆观光客 足足等了4年多 那这个副议长 他们不知道跑了几趟 既然马股开放了 金门也应该开放 那金门开放 首发团跟踩点团 总共加起来是47 因为不到11 那我是9月28号下午回到台湾的 各位就可以去看 我看到的现象是大牌长龙 因为他要申请 只有福建居民可以到厦门 我也遇见了厦门的几个朋友 他们是其他外县市来的 那非福建省的居民 那福建省的公安 似乎不同意 这些好比说你在江苏淮安 你在江苏南京 或者你在广东深圳 你说你要透过小三通到金门 那这个是不许可的 只允许福建省的居民 福建省的居民 那这个是金门县的副议长 周子杰 他们千拜托万拜托给求来的 那中国大陆同意开放 就是限定福建省 那身为一个陆委会 你在这个中间 什么力量都没有出 然后讲只来47个 47个我算一下 果然是产线团加首发团 总共加起来是47个 他说你看看 才来47个 对不起 他是11长假开放的 11长假 请问一个陆委会 你可以对待自己同胞 讲这种不要脸的风凉话 说才来47个 这个马虎117个 那你马祖地方那么小 金门至少比马祖大 他是首发团加 彩线团加起来47个 你就这样子讽刺人家 那金门县政府说准备好了 金门县政府准备接待 你说金门模式并不适用于台湾 那也就算了 那也就算了 现在不管怎么样 四件事情 我看你陆委会怎么做 第一个小三通的班次 你要不要增加 小三通的班次 你要不要增加 现在小三通的班次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9月27号回来的时候 除了客满以外 后面还有一大堆人 后面还有一大堆人 要想当场买票者 他们还问传奇说 4点半到5点半有没有 好像5点半最后一班 他们都在想 就是说就我所知 金门县政府就希望小三通 不要开个22个航班 就应该开到25到28个 陆委会不同意 现在那你看 金门要不要开放观光 已经不是中国大陆的事 而是说台湾要不要增加航次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现在从中国大陆到金门来的 是有人数的限制 是陆委会的限制 他买不到船票 他重来能来 他不能回去 那你叫他怎么办 就是说人数上的限制 你要不要开放 那第三个 第三个就我所知 免税 免税商品的项目 要不要开放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 现在陆委会几乎天天 对金门县政府泼冷水 就是说金门最近有几个重要的节日 他们想采取扩大方式 但是这里好像不准 各位知道金门的旅游 在三月跟五月因为是雾季或者是风浪太高 还有过了11月12月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 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 所以船只经常停航 我特别去问 我说台湾究竟能不能够跟中国大陆合作 就是说美道物济等等那一些 我们的飞机起降是问题很多 就是能不能够跟中国大陆进行开放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用导航的方式降落 不要用木式的降落 他说不行 国际航空通通都同意可以 就是说只要厦门机场 只要厦门机场愿意协助金门上一机场的话 他管理的就是厦门跟金门的空域 结果是以安全为由打了回票 国际民航都说没有问题 厦门机场可以做得到 可是台湾却在刁难 万一他要到厦门去 他飞越金门的领空他要怎么样 各位晓不晓得就用小动作 这个是很烦的 你看金门航空公司航空客机可以看到 那卫星看不到吗 人进来拍不到吗 你还怕木马屠城 当年开放的时候 你民进党天天讲都是木马屠城机 坚决不开放 可是小三通事情了 现在三通 你把很多的点通通取消掉 那我想请问有没有木马屠城机 当年我们跟民进党变 那现在呢 所以第五个就非常重要 金门是县政府都要用商量机 他是用过墙机天天卡你 所以我 所以我是劝部委会 你要么你就不同意 就通通取消两岸不来往 可以透过第三地 你既你既然答应别人开放 还受处涉陷 你这样子既伤害了两岸人民的感情 你也造成了地方政府的困扰 你更造成我们的困扰 所以一个陆委会天天去搞三面不讨好的事 他还得意洋洋的 干脆这个机构好 让他受众正情吧 就是说这个机构可以不用的了 再这样子搞下去 只会明艳更多 制造地方政府的困难 观光旅游 你又不能发展 你又不敢投入过多的金钱 那我想请问 两岸关系真要走到这个地步 那陆委会干脆奉 赖清德的命令 或不隶属 或不往来 不是很好吗 你何必关了一扇 关了一扇门 开了一扇窗 你窗户你还开一半 这个就是台湾民进党政府的德性